一个人如果过于情绪化 小则会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 大则会影响事业的发展 我们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请收看系列节目 刘备的谋略之逃离情绪陷阱 谁都会有情绪 但是对于一个想做大事的人来说 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至关重要 如果这一点做不好 就很难有什么成就 在取得西传之后 刘备与曹操展开了角逐 他在刚取的一场大胜之后 又遭遇了一场大败 自己的事业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波动起伏 一向沉稳的刘备 突然出现了情绪严重失控的反常表现 并把自己暴露在了极度的危险之中 幸亏有他人相助 才得以脱离危险 刘备接受了教训 并在接下来的战事中 沉着稳定 牢牢地把控住了自己的情绪 最终在汉中战役中 打败了强大的曹操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那么刘备为了控制好情绪 都采取了哪些好办法呢 本京邮电大学赵玉平教授 在风趣幽默中 为您精彩说三国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刘备的谋略知 逃离情绪陷阱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要从一个信心的小故事开始 1952年的7月4日 有一个34岁的英国人 他叫弗洛伦斯查德维克 他要做一件创举 就是从一个小岛上横渡海峡 游到加利福尼亚的海滩 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举世瞩目 那天雾很大 汹涌的海水冰凉冰凉的 查德维克在海水中 大概游了15小时55分钟 手脚都已经麻了 精疲力尽 但是抬眼望去 依然是浓雾锁着大海 看不到队案 精疲力尽的查德维克绝望了 最后要求放弃挑战 要上船 当队友和亲人 把查德维克从海水当中 救上船的时候 他才震惊的发现 其实在他放弃的这一点 离终点的距离 已经不到一公里了 就在离成功最最近的时候 他放弃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规律 当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任务挑战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叫情绪挑战 还有一部分叫信心挑战 当一个人情绪波动 没有信心的时候 他真的有可能 在离成功最近的时候放弃 所以咱中国人发明了一句话 叫做行白理者半九十 什么意思呢 在任务挑战快完成的时候 情绪挑战和信心挑战 就变得非常大了 国往今来真正成大事的人 他一定都是把这个情绪问题 和信心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的 那我们来看刘备 刘备在占领成都 拿下一周以后 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性的任务 就是跟曹操争夺汉中 汉中战役是刘备一生当中 最后一次和曹操的大决战 同时呢 也是刘备人生当中 第一次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 单独对战曹操 这么艰巨挑战的任务 刘备能过得去情绪观和信心观吗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 东汉建安24年 也就是公元219年的春天 天朗气清 草木发芽 春光很美 刘备带领手下大将 进军汉中 跟曹操手下的大将张和夏侯渊 对峙在阳平关一线 双方有几次交锋 刘备的正面进攻效果都不太好 在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 刘备跟手下的谋是法政 开始动心急了 各位 当我们不能利用一个人的缺点战胜他的时候 请问我们怎么办 答利用这个人的优点战胜他 其实大家看一看历史能发现 用优点战胜一个人的例子 其实更多 而且一个人特别容易因为优点被别人打败 所以刘备就和法政商量了 你夏侯渊不是勇猛吗 不是果敢吗 好了 我们就利用你的优点给你量身定做一个作战方案 这个作战方案出笼了 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叫做杨公张和 偷袭夏侯渊 实施斩首行动 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 先派石营精锐部队去攻打张和 一波一波的上 夏侯渊一看张和告急 把手下部队就分出了一大部分去救援张和 自己这边兵力薄弱了 然后刘备呢 再派一支小部队到夏侯渊的前营 去骚扰他的前哨阵地 去破坏他的防御攻势 夏侯渊得到消息大怒 带着手下少量的部队 用咱们现代话说 就以警卫连 飞马就来救援前哨阵地 结果一看夏侯渊进入了预设战场 山头上 筋骨大作 炮号震天 蜀军伏兵四起 山头闪出一面大旗 尚书大汉陶鲁将军 中间抖达一个黄字 起脚下战役老将军 正是老将军黄中黄汉生 人家等夏侯渊都等得多时了 这老爷子 精神头十足带领骑兵 平高而下势如破竹 一下子就冲散了夏侯渊的部队 还没等夏侯渊返过神来呢 黄中就已经到了夏侯渊眼前了 老爷子斗手精神大喝一声 一刀斩夏侯渊一马下 一个回合就把名将夏侯渊给斩了 这就是三国里面著名的故事 定军山黄中刀斩夏侯渊 斩首行动非常成功 主将一个回合被敌人给斩杀了 引起了曹军的极大震动 整个杨平关一线 全线崩溃 这个刘备 在汉中战役的第一阶段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啊 不过呢 这还不算完 你刚打败夏侯渊 后边还有曹操呢 曹操得到消息了 立刻捅大军 前来争夺汉中 面对曹操 刘备有点底气不足 大家可以翻翻三国志 或三国演义看一看 刘备跟曹操有若干次战斗 基本上都是有盟军 而且一般都是盟军比自己强大 所以我们给刘备总结 叫做搭台唱戏借力打力 刘备这一辈子永远都是搭台唱戏借力打力 偏偏今天搭不了台得自己唱戏 借不着力得自己打力 刘备面临着自己人生当中的巨大挑战 那面对强敌 刘备采取了哪些措施 他用了哪些方法呢 其实我们可以回头来分析一下 首先刘备特别精彩的 就是谋划斩首行动 拿下夏侯渊 这一次胜利 刘备一方的原因呢 是法政奇谋妙策 皇宫忠勇无敌 再加上刘备用人得大 一文一武一个领导 这三个人配合的很好 那夏侯渊一方 他出了什么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夏侯渊在发挥自己优点的时候 发挥的有点过度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跟我学说 适度的优点叫精彩 过度的优点叫灾难 一文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 那一定得懂得适可而止 夏侯渊勇猛的过度了 其实这件事 曹操早就预测到了 早在汉中战役发起之前 曹操就已经给夏侯渊写了书信 其中有一观点 特别到位 曹操是这么说的 说将当以勇为本 行之以智计 但之任勇 以匹夫敌耳 这句话翻译灵 现在汉语就是 为大将的 当以勇敢为基础 主要发挥多谋善断的长处 如果不动脑子 不懂得智谋 光是一味的发挥勇敢 那也就是只能跟街头小混混 打一打而已 曹操早就发现夏侯渊这个问题了 但是发现了并没有能够及时制止 夏侯渊还是彻底失败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经验常常能够带来成功 但有时候也会成为负担 阻碍了事业和个人的发展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经验 带给我们的得失呢 《百家战》还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刘备的谋略之 逃离情绪陷阱 在以往的多次战斗中 夏侯渊身经百战 勇猛异常 屡见战功 深受曹操的气盛和喜爱 按理说这样的大将 应该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对付年迈的黄忠 理应没什么问题 那么既然如此 夏侯渊为什么还会遭遇如此大败呢 赵玉平老师通过对他成败原因的分析 又能总结出什么样的道理来呢 其实道理特别简单 夏侯渊之所以这次失败 原因是因为他过去特别成功 有兴趣大家在我们的生活中看一看 我们身边有些人 之所以今天失败的那么惨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过去特别成功 咱们说说夏侯渊 曹操为什么派夏侯渊 镇守汉中 那是因为在这次战役之前 夏侯渊率领一只偏师横扫拢右 打败了所有地方割据势力 让天下震动 曹操特别佩服 那夏侯渊在拢右作战当中 他发挥的主要的模式 就是勇猛无敌 使劲往前冲 使劲再往前冲 勇猛无敌 由于这种模式特别成功 所以夏侯渊就在想 在汉中战役当中 我也发挥自己的长出 这不就可以了 但是他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想 拢右的那些割据势力 说高点是杂牌军 说低点都是武装土匪 没有素质 没有剑制 没有谋划 没有调度 乌合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勇猛无敌是可以的 但刘备不一样 有武 有训练 有调度 有提前的安排 你用打兔子的方法 打狮子 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夏侯渊的问题在于 他把形势和对手 想得太简单 就想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模式 所以他就失败了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想起了一个管理学的小的故事 也是一个小的预言 他讲有一个人在路上走 碰到土匪了 土匪又抢钱又要命 这人就跑 土匪就追 正在紧张的时候呢 发现前面有一条大河波浪宽 河中间有一条小船 这个人就跑上小船了 然后拼命的划船 划到水中央 等土匪追来的时候 已经追不上了 土匪说 兄弟们咱们绕道 这人说你们绕道也追不上我 土匪走了 他划船到对岸了 有惊无险 喜出望外 上岸以后呢 他想一个问题 这小船救了我 我该不该把他抛弃 万一抛弃了 下次再遇到夭壳怎么办呢 所以这人决定 干脆我带着船一起走得了 弄根绳子 双上船拖着一只往前走 船太沉重了 严重的影响了速度 结果在中午之前 绕道的土匪骑快马 把他给追上了 然后一刀 把这人斩于马下 结果这人在死之前 拍着船说 天哪 曾经救了我命的东西 现在又要了我的命 这个故事叫救命船 救命船 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规律 就是过去曾经让我们成功的东西 今天有可能让我们崩溃 假如一个人守住过去成功模式不放 不懂得超越 不懂得放弃 那么他过去的辉煌成功 今天有可能把这个人给勒死 夏侯渊就死在自己的这条救命船上 他过去很成功 守住模式不放 最后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发挥 造成了全局的崩溃 大家放眼望去 从古到今 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就是不断的否定过去 不断的超越过去 今天在我们身边 各位在各行各业中 都会看到一些成功人士 他们曾经很辉煌 他们一直在坚持走既定的道路 发挥既定的优势 利用夏侯渊的缺点 刘备一战成功 但是刚才说了 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 还有明天 还有未来 曹操近在眼前 面对曹操强大的军事威胁 刘备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如何应对这种情绪挑战和信心挑战的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先聊这个情绪挑战 刘备的策略叫做 克服情绪失控 避免急躁冒进 当时汉中战役 刘备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 派诸葛亮留守成都管后方 管后勤守后路 派张飞和马超做侧翼的保护工作 刘备自己带着谋士法政和大将魏延黄忠 组成汉中兵团 来迎击曹操的正面进攻 不过现在刘备有点信心了 他已经不干预 只做防守了 他也做反击啊 所以战役刚开始 刘备就组织了强大的反击 不过这个反击很快就被曹操击溃了 反击部队全线崩溃 士兵四处逃参 战况急转直下 曹操的部队铺天盖地就冲上来了 但是问题出来了 刘备当场大怒 不听任何劝告 坚决不撤退 敌人来了 要跟敌人玩命 整个指挥系统面临灭顶之灾 刘备失控了 谁让走 他都不走 一步步轻功戏 演绎出或风华雪月 缠绵翡涩 或尔鱼我诈 血鱼兴奋的后宫生活 然而清代帝王们 真实的后宫究竟是什么样 朝堂上正经归族的皇帝 在后宫中和他的妻妻儿女们 过着怎样的家庭生活 与世隔绝的哄响之内 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百家讲谈戏的节目 青十二弟后宫以爱 近期播出 敬请收看 遭遇惨败 刘备情绪完全失控 那么一向沉稳的刘备 为何会有如此反常的表现呢 百家讲谈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刘备的谋略之 逃离情绪陷阱 自打猪州起兵开始 刘备经历过多次大战 其中遭遇失败的次数 甚至比取得的胜利还要多 但每次失败之后 刘备的情绪都控制得很好 他沉着冷静 思路清醒 面对强敌指挥若定 失败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 常常能够很快走出困境 那么这次与曹操交战 不过是多了一次失败而已 刘备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的 情绪失控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日常生活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基本规律 叫做每个人都要经历波动的考验 那关于这个规律呢 我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故事 叫做魔鬼大度 说爱有一个人 平静顺利的 过着日子 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引起了魔鬼兄弟的嫉妒 兄弟俩打赌 所以他还毁了他得了 那怎么打赌呢 说我们不改变他任何生活方式 不拿走他任何东西 看看我们能不能让他幸福变成痛苦 结果魔鬼兄弟想了很多办法 都没成功 这两个小魔鬼就来找他的师父老魔头 老魔鬼经验丰富 说你看我的 第二天这师父啊 突然之间就给了这个平静生活的人 很多很多意外的金银财宝 很多很多荣华富贵 名誉也来了 地位也来了 一夜之间生活就变了 哎呀 这个人喜出望外啊 这么多宝贝 这么好的这个平台 这么多的荣誉 就在这个人喜出望外的时候 没过两天 这魔鬼师父又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和荣誉地位 唰啦一夜之间又给他拿走了 那天早晨 这个人坐在门口 痛哭失声 满脸流泪 心里全是痛苦 一点幸福的痕迹都没有了 那魔鬼师父跟自己俩徒弟说 来你们看看 他现在是不是跟两三天以前还是一样 什么都没增加 什么都没减少 但是他的幸福感应就全没有了 那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人生最大的考验 他不是富贵 不是贫寒 是曾经富贵 现在贫寒 他不是辉煌 不是平淡 是曾经辉煌 现在平淡 这种波动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 而真正要成就大事业的人 可能这一辈子要经历这么几次几次的波动之后 他才能最终成功 那回过头来我们讲刘备 你说那么善于逃跑 刘备这次干嘛 情绪失控 他不跑了 原因很简单 好不容易打败夏侯元 好不容易占领杨平关 好不容易取得战地的主动权 就这么一眨一眨眼 我都还没准备呢 现在就要崩溃了 现在就要跑 这就是曾经拥有 现在没有 这情绪肯定他就失控了 那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谁挺事出了呢 谋是法政 法政法孝直大喝一声 抢步上前 就挡到了刘备身前 旁边那个箭的像飞黄一样 嗖嗖的射过去 不断有人中箭倒地 法政站到刘备前面说 主国我替你挡箭 刘备大喝一声 说孝直必见 说你赶紧躲呀 法政平静地说 民工尚且不必 史实 何况小人乎 意思就是 你是司令员大领导 你都不怕死 我怕什么死 要死咱们死在一块 刘备说你躲呀 你躲呀 法政说在一起 在一起 不躲 刘备急了 一跺脚刘备说 好吧 我跟你一起撤 这样 在最后关头 指挥部的人才撤退了 躲过了一次巨大的灾难 那通过法政这个行为呢 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字 第一个字叫做亲 这个刘备呀 看法政不是一般的亲 他真是特别特别的亲 你看自己的安危都不介意了 但是法政一旦有危险 刘备还要保护他 只要法政有危险 刘备马上抢上去就说 亲你躲着点 我们总结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叫做智 谁提建议 刘备都不听 法政来了个舍身提建议 冒着生命危险 给刘备提建议 刘备来听了 法政这叫集中生智 第三个总结出来的字 叫做急 刘备这次是真急了 那为什么一向沉稳的刘备 这么急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汉中战役的代价特别大 就是为了向北跟曹操作战 刘备首先在东县做了妥协 当时啊 东吴的孙权 在吕蒙陆逊等人的支持下 大兵压境 要跟关羽来夺荆州 为了保证 能集中力量对付曹操 刘备做了让步 话将而至 把荆州的一半就交给东吴了 还没占汉中呢 自己这块先亏了 这个叫做代价巨大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形势起伏 汉中战役最开始的时候 刘备派了张飞 吴兰雷同 组成一支侧翼部队 准备搞迂会战 结果吴兰雷同被曹洪打败 吴兰还战死了 那在正面进攻当中呢 这刘备又派大将陈氏 带手下部队去马明格局战斗 结果在马明格的战役当中 曹魏大将徐晃 将陈氏杀得大败 史书上记载 说蜀兵从那个战道上 劈了趴拉落到山谷里边 场景非常的惨烈 在这两次重大的失败之后 终于靠着老将军黄忠的忠勇 再加上法政的奇谋妙策 才扭转了被动 就没有想到刚刚扭转被动 现在又陷入被动了 所以你说刘备能不着急吗 他心里一起伏 情绪就失控了 一失控了就要玩命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真正考验一个人的 不是你得到什么 而是在奋斗的过程中 你得到了又失去了 这种波动 你能承受得了吗 舍得舍得 在舍和得之间 我们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这个可不容易 靠近时共带来的恶果 有多么的可怕呢 动学家发现一个现象 说草原上面生活着野马 快快乐乐 自由自在 结果呢 野马有个天敌 一种很小的吸血蝙蝠 这么一只小小的蝙蝠 它居然能杀死一只野马 就只靠吸血 它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 吸血蝙蝠 要吸血的时候 就飞到野马的身上 用锋利的牙齿咬开血管 然后开始吸 这野马开始甩 甩不掉 开始抖 抖不掉 渐渐的野马生气了 狂躁了 又跳又跳 四处狂奔 这蝙蝠吸饱了血之后呢 哎 把事就飞走了 要命的是 野马的情绪就失控了 继续跳 继续跑 继续奔 最后筋疲力尽 立即而死 本来嘛 这个蝙蝠胃口有些 吸点血 问题并不大 但是由于这种小问题 带来的情绪失控 野马精疲力尽而死 那大家看一看 在我们身边 从生活到事业当中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遇到很小的问题 由于过分的情绪反应 过分的暴躁愤怒 最后 全盘崩溃 现在人们生活特别强调两个字 叫心境 我们用这个心境 来防止情绪失控 那有人说了 老师什么叫心境啊 境是境界的境 那什么叫心境呢 请大家注意 现在春分已经过去了 满城的花都开了 天蓝了 水清了 燕子也飞回来了 请问大家 这种天气 是否能影响一个人的心情 那肯定会影响啊 比如刚才 我在来录节目的路上 看到花朵盛开 汇丰合唱 一边走一边 给那玉兰花拍张照片 咱们念一念 木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蝇乱飞 念一念 彩彩流水 蓬蓬远春 柳音录取 流音笔林 碧桃满树 风日水滨 念一念 讲一讲 那心情非常好 带着这种喜悦 你做什么事情 都做得特别痛快 看谁都特别顺眼 见个陌生人 忍不住嘴角的挂着三分笑 这就是心境 所以心境的东西呢 它是一种情绪的倾向 是一种情绪的背景 我们经常会发现 人逢喜事 精神爽 有点好事 这几天都特痛快 但是呢 如果早晨就遇到一个特别不开心的事 坐地铁跟人吵了一架 那这一天看谁都不顺眼 干什么事都没尽头 因此一个人要想保持情绪稳定 首先这种心境管理特别重要 不要轻易被那个外界的不良情绪所干扰 你看我就特别喜欢 在京剧当中 诸葛亮的一句戏词 叫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我觉得这境界高 大家想 一个人如果心里装着春暖花开的卧龙岗 装着小桥流水 竹林背后的小木房子 房子里边桌子上的那一盏冒着热气的香茶 他能有这种超脱的心态 那什么万丈红尘 起起落落 什么鸡毛蒜皮加长力端 他都可以扛得住 都不会受影响 这就叫心境管理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句话 叫态度上要投入 心境上要超脱 超脱出来 然后你的投入才有效果 一般心境管理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转移 你在这块遇到不开心的事了 立刻换一个好的环境 第二个叫做运动 运动能双向调节 心境不好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 这挺好的 第三个叫倾诉 实在扛不住的时候 找一个人跟他说一说 刘备仔这块使用的方法叫阻断 当心境特别坏 情绪特别失控的时候 找一个人出来 当头棒喝 立声喝止 给他踩刹车 自己不会踩 找人给踩嘛 中国人有句话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当事人自己就觉得扛不住了 天也塌了 地也陷了 一哭二闹 三上吊 但你在外人看来这算什么呀 这点事无所谓嘛 很多事情从外人的角度看 那就是天空飘着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但当事人看不出来 这就需要借助外力阻断的方法 法政在关键时刻给刘备上了一课 做大事了 当一把手了 你别这么坏脾气 踩个刹车 尽能升会啊 这个心理状态一稳定 刘备才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出路 那谈到这个心理状态的稳定呢 我想起了庄子当中的一个著名的故事 叫呆若木鸡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这故事很棒 周宣王号斗鸡 请大师纪绳子帮自己训鸡 过十天 周宣王来问 鸡已训成呼 纪绳子说 你那个鸡啊 心高气傲 斗志昂扬 情绪上还反应不过关 再等等 过了十天 周宣王又问 纪绳子说 你那个鸡啊 听着叫声就 哎 大叫 见到影子就奔跑 他的行为反应上还不过关 再等等 又过十天 周宣王又来问 纪先生 我那鸡还行吗 是不是成烧鸡 让你给吃了 这又十天了 纪绳子说 你那个鸡啊 现在顾盼迅疾 毅力 在表情上 他还没过关 你再等等 又过了十天 周宣王问纪绳子 纪大师说 行 你这个鸡现在 不管见到什么样的鸡 他都稳稳当当往上一站 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任何表情 就跟木雕的一样 他已经可以纵横天下了 果然这鸡上场 别的鸡都不敢动 转身就跑了 庄子给我们提供呆若木鸡的这个故事 他想说明什么 他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道理 情绪稳定是真功夫 是真本事 用这个可以打败强敌 你自己心里还波动呢 你怎么去面对那个起伏的生活 波澜壮阔的海洋 所以说活到老 学到老 刘备那么大岁数 还得继续学习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新冠上任 想要在团队中树立微信并不简单 那么刘备成了一方霸主之后 是如何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今天收看系列节目 刘备的谋略之 树立权威将策略 当一个人深陷情绪漩涡之中 不能自拔的时候 周围人的提醒和帮助非常关键 有了法政的强力阻断 刘备总算从情绪陷阱中摆脱了出来 刘备在进入汉中与曹操交战时 就明白一个道理 要想获得此次战役的最终胜利 队伍必须要有高涨的气势 和必胜的信心 那么刘备鼓舞队伍士气 增强将士们信心的办法 又是哪些呢 请继续收看 百家讲谈系列节目 刘备的谋略之 逃离情绪陷阱 刘备开始处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叫做信心的问题 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策略是宣传以往的胜利 展示必胜的未来 早在曹操出兵 来夺汉中之前 刘备就已经给战役的结果做了预测 这个预测叫做 曹公虽来 无能为也 我必 有汉川意 说的就是 曹操即使来呀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们一定可以占领汉川 请问 刘备为什么在战役之前 要说这么绝对的话 他真的有把握吗 如果没有把握 他这样说是为了什么 这个里边呢 就有我们做了一个小研究 说两组队员进行保龄球比赛 保龄球大家都会玩 那边一溜 这边一个 哐过去哐倒了 挺好玩 两组队员比赛 一组红队一组蓝队 红队蓝队在上场之前 都让他们每个人试打十个球 我们在暗处弄一摄像机 到红队上场的时候呢 我们跟旁边的拉拉队就先交代 拉拉队都是我们的托 跟拉拉队交代呢 红队上场打精彩了 你就使劲的欢呼尖叫 使劲尖叫 尖叫50 晕倒100 有收入他 折腾吧 但是他们如果打得不好 就别理啊 就当没看见一样 这样红队在打得漂亮的时候 欢呼尖叫的时候 我们给每个人都录下一个精彩的 欢呼尖叫的镜头 到蓝队上场了不一样了 我们跟拉拉队这些托儿就商量 说他们要打得特别精彩 你们就跟没看见一样 只要他们有谁打得不好 你们就使劲的哄他 使劲的脆他 使劲的挖扑他 我们用摄像头在暗处 蓝队每个人录一个 打得失败被人家唾弃的镜头 在正式比赛之前 闭露电视循环播放二十个镜头 有十个是红队精彩的 有十个是蓝队失败的 本来两队的队员是一样的 大家在那换鞋换衣服准备上场 只要一看闭露电视 红队队员发现是自己 再一看打一特别漂亮的权重 然后那些拉拉队小女孩 在那尖叫 你看这红队队员的眼睛 嘎咚就亮了 走路都是这么走上去的 表现特别好 蓝队就不一样了 一看闭露电视 是自己 再一看 打个三步招 紧跟着旁边人呸在那哄他 蓝队队员粘头大了脑上去了 连续三次比赛 蓝队都大比分失败 请问是什么东西让蓝队失败 是他心里没有装毕生的信念 他心灰意冷了 他觉得自己不行了 所以有一个词叫士气 什么叫士气 就是提前对胜利充满信心 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 你有了这种事情 他才可以成功 刘备使用提前预测战争结果的方法 其实就相当于给大家展示这个胜利途径 提升大家必胜的信念 除了对未来做预测以外 刘备还在全军当中 宣传了典型的取得胜利的战斗场景 这个战斗场景是什么呢 叫做赵子龙大战汗水 曹涛把粮食都囤到北山 大家知道过去人有一句话呀 功高莫若救驾 记恨莫若绝粮 刘备就派黄忠去绝敌人的粮道 结果黄忠去了没消息 赵云不放心了 带着几十个骑兵前去接应 那也就带着警卫牌 结果赵云刚出营走不远 就遇到了曹操扬兵打劲 曹操主力部队几万人铺天盖地儿来 请问大家一个牌跟一个军怎么打 也就是赵子龙啊 组织骑兵回头撤退 赵云自己单枪匹马且战且走 一直退到营中 而且赵云下了一个奇怪的命令 整个大营营门打开 掩齐西谷 不做这颗防守 这才是真正的空城记 这个曹军到营门口不敢进了 说这开着没动静 是不是有埋伏 正在黄霍的赵云那边 突然筋骨震天 万箭启发 曹军前面往后退 后面往前冲 自相践踏 有很多人落到汗水当中 于是全军就溃散了 主力部队被打败了 赵云一兵一卒都没有伤 就跟刘备得到消息了 说曹操全军来战 请问他人呢 手下人跟刘备汇报 说被打败了 跑了 刘备说我们还没打呢 被谁打败了 说被赵云将军打败了 刘备说赵云没有部队啊 说被赵云的警卫排给打败了 大家想一个排能打败敌人一个军啊 这简直是神话呀 刘备亲自到战场上来视察 来看看赵云是怎么打的 看完战场之后 刘备感叹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在三国演义当中 那非常著名 刘备说的是 子龙一身都是胆 这样用咱们现在话说 那领导一边看战场 一边照片发朋友圈 朋友圈上面就写一句话 赵云一身都是胆 当天晚上 刘备在赵云大营当中 设摆酒宴 全军庆功 大家给赵云起个外号 叫虎威将军 刘备的坚定信心 和虎威将军这个战神故事 鼓舞了整个队伍的士气 借着这股士气 刘备确定了基本的战略 就是对峙 就是消耗 所以三国志上记载 当时曹刘两军的形式 用四个词形容 刘备一方的形式是什么呢 叫做脸重巨险 中部交锋 守住险要不跟你打 曹操一方的形式叫 鸡月不拔王者日多 战斗没有进展 逃散的小差的越来越多 曹操发现不行了 靠不下去了 于是全军撤退 刘备占领了汉中 汉中战役是刘备这一辈子 打的最痛快的一次战役 因为这次战役没有盟军 刘备独立指挥 而且一开始并不顺利 特别被动 而且曹操是倾主力而来 大将云集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取得胜利 这个胜利的含金量是非常足的 成果是非常甜蜜的 刘备有点得意洋洋 飘飘然 所以史书上记载 刘备在凯全的时候 做的件什么事呢 从白水关到成都 这一路上 设置了四百多个行馆 且走且停 老百姓夹道欢迎 咱们那词形容大 真是普天同庆奔走相告 刘备得意洋洋 就在他特别兴奋的时候 又传来了好消息 在东县 孟达和刘峰 并不确认占领上涌 开辟东县战场 真是双喜临门 刘备啊 在这么多年的战斗当中 终于轰动快快的品尝了一次 彻底胜利的喜悦 不过 在凯旋之前 趁着这个胜利的喜悦尽头 刘备还做了一件 更加让自己兴高采烈的事情 那么大家想 比打败曹操 比占领上拥 还让刘备兴奋 还让刘备兴高采烈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期再说